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位皇帝的一生中有着众多的嫔妃 堪称中国古代皇帝之最 后妃中有记载的就有66位 育有35个儿子和20个女儿 今天我们要说的是他最小的儿子 皇二十四子 爱心觉罗印密 爱心觉罗印密 康熙帝最小的儿子 出生于康熙55年无略 康熙帝驾崩之时 他才只有六岁 而此时与他同父所生的大八 康熙帝已经51岁了 年龄上的悬殊不可谓不当 他的生母是穆平陈氏 史料中对于陈氏的记载不多 只说他是苏州人陈其山之女 并于康熙末年主公 于康熙武十五年下产 下了皇二十四子印密 印密出生后 康熙皇帝极为开心 一是老来得子 可谓人生习事 二是幼子出生 证明他的身体还很硬朗 能够再多当几年皇帝这十五十一岁的大哥印之已经被永远圈进 太子印证也已经是两立两废 禁锢于咸安宫中 康熙六十年一七二一年下 十年五岁的印密 作为康熙帝 最年度的皇子随行了热和避暑 其母臣氏也随行照顾 有幸的是 年幼的印密没有圈入康熙末年夺敌之争 康熙六十一年一七二二年中 康熙帝驾崩之后 皇四子印针继承皇位 是位雍正皇帝雍正帝继位后 那些曾与他争夺大位的兄弟们在其继位后不久即被清算 纷纷被夺绝圈进 有得善致被折磨致死 而永带有功的少数几人 则被家官尽绝以示恩宠 对于允密这个最小的弟弟比雍正之子弘厉还小五岁 雍正帝却对齐藤案一成 雍正五年 允密生母陈氏去世 陈氏是康熙帝的妃嫔中最晚生育之人 生前体弱多病 此时去世之时也不过二十多岁 为了照顾年幼的弟弟 雍正帝特意下诏将其接入宫中 亲自培养 还让他与众皇子一起读书 比他大五岁的弘历也要趁他为皇叔 雍正十一年正月 雍正帝给宗人抚育旨 朕幼帝允密秉心忠厚 父信和平 素未皇考之所忠爱 数年以来在宫中读书 学识意见增长 朕心喜悦 驻封亲王 二月朱七日 与弘历 弘昼同时策讽 趁和硕成亲王 这一年 允必年仅十七岁 雍正帝这位识人眼中的超家皇帝 冷血帝王在对待这个帝帝身上体现出了何等的关爱与眷顾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 雍正帝驾崩 乾隆帝即位 十月 乾隆特派两位汉陵官做阴密师傅 用心教导 从严劝解 作为乾隆帝的二十四叔 允密受到了乾隆家人一般的对待 并且还追封了允密的生母 为皇祖穆品 乾隆五年三月 乾隆任命二十五岁的允密 未将白旗蒙古兜统 但乾隆八年发生了一件事 让允密知道了半君如半虎 这句话的深刻含义 乾隆皇帝和八旗子弟一起聚餐吃肉 乾隆还没吃完肉放筷子 允密和红肉就放下了筷子 因为此时乾隆当面斥责印密失礼 说他不知恪守旧章 藐视皇权 不遵理智 随即进行惩罚 经此一事 允密做事更加谨慎小心 唯唯诺诺 生怕再出差错 之后他又被乾隆帝任命为正白洗满洲兜筒 管理御输处 熟理宗人府事务 总裁御碟管事务等职 乾隆三十八年 公元一七七三年 允密红氏 享年五十七岁 允密死后 乾隆皇帝给他的嗜好乐课 按照嗜法的标准 温宫朝夕约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刘洁